过去的一年真热闹 微博上的搞怪 贴墙上的室爱 有热闹的地方就有张大秀在 小偷入室不爱财 情侣分手要封开 不靠火的事扎堆来 大秀这样的热情场还真离不开 夜信年度大盘点 2013旗干秀起来 婚庆策划师张大秀 今天忙得焦头烂额 一对情侣玩浪漫 竟要办分手仪式 你都不打算再陪伴她了吗 不打算 上门送婚纱照 却得知新娘找人绑架了新郎 我不用那么多钱 我现在人生都被你毁透了 刚定下婚礼的小姑娘 一天不到就反悔 这分分合合的情感世界 想要看清 怎么就这么难 我叫张大秀 是个婚庆公司策划师 看着一对对新人走上红毯 我特有成就感 但也有些情侣 会提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要求 这不今天就来了这么一顿 你们好 两位是要办酒啊 对 也不是 我跟小迪在一起一年多了 感情挺好的 但是呢 也没办法 我父母出国 我也得跟着去吧 小迪非不肯 说什么舍不得这里的父母亲人朋友 我们感情再好也得分手吧 你说呢 不是 你们是不是走错门了 我们这是婚庆策划 没错没错 我们就是找一家婚庆策划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吧 但是当初我们说好的 爱要爱得哄哄烈烈 非也得分得刻骨铭心 是吧 分就 就分呗 干嘛要找 婚庆策划公司 大姐 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啊 我们就是要办场婚礼 就是要办场仪式 哎呀 非诚目表你看过吧 可 可是我们都是偶然办婚礼的 我们没办过你们这种 哎呀那不都一样吗 跟结婚的那个流程是一样的 改俩词就行 哎就请你来当司仪 好吧 特别 反正我都听你的 既然今生我们与婚礼无缘 那么就让一场隆重的分手仪式 来证明我们曾经的爱情吧 好吧 那那你们想办一个什么规格的 看我干嘛 我身上就一番 行吧行吧 那就爱一番女妖者来吧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嗯 我们还要往往直播 都准备好了 嗯 小婷你干嘛 摸算什么呢 好了对了 呃待一会儿你们要对着什么宣誓呢 哎 这用钱吧 我觉得这世界上吧 那时候女人能力更坚挺的了 好吧 哎摄影机 好 好了吗 嗯 只是先拍这边 朋友们 今天我们聚会在一起 见证一对曾经的恋人 琪琪和小吉 结束他们维持了一年半的恋爱关系 从情侣变成熟悉的陌生人 你们要对着人民立发式 你们许下的承诺 都是真实可信 深思熟悉 嗯 好 琪琪先来 日后 无论小婷多么健康 富贵 多么爱你 你都不愿意跟她生活在一起了吗 不愿意 好吧 下个月 今后 无论琪琪多么美好 多么可爱 多么需要你 你都不打算再陪伴她了吗 不打算 好吧 请两位 交还对方的戒指 瞧 这戒指不都是我买的吗 你的皇友就行了啊 那你平时的开销不都我买吗 我还没有跟你要呢 好了好了 好了 拍这边 拍这边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 各自开始一段 崭新的人生道路 既然曾经爱过她 那就让我们 祝她今后幸福吧 请先还你 对不起 走吧 走啊 一位爱情 怎么会有悲伤 一位爱情 怎么会有悲伤 小弟到你了 你唱啊 我唱不好 我们在外边你就别好啊 你姐妹在上面唱得也太难听了 我知道 你是不是怕我查一下你 是不是 是不是 那都没有 那都没有 喝酒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来我们今天一醉放手 干杯 不不不 不行了不行了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吧 没有 哎 我跟你说 今天之后我们才算是分手 哦 你看 现在十二点还没过 你觉得还得听我的 听我的 知道吗 听你的 来我们喝酒 我听你的 你听我一句话 嗯 姐姐啊 干杯 跟我说啊 如果你不想分 我们就不分 干嘛不分 干嘛不分 分我就是傻子 我跟你说 小弟啊 就是个二货 我同意不分 我父母还不同意呢 那就是个二货你知道 二货 二货 哇 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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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货 八货 我到了 高 快点 発 快 paths � sä 别吐了 别吐了 给我倒酒 满上 老爹 好好好 别闹了啊 你 好 耶 好 可以 好啊你个小笛 谁啊别敲了别敲了来了 听我主动上门开心了吧 够了齐齐 咱们已经分了没有关系了 没关系 你把我这包里一万块钱给拿走了 现在跟我说没关系 怎么了 这什么狗屁的分手仪式 我根本就不想办 你非要我拿钱出来 以前让我买这买那你就算了 到最后还要宰我一页 我告诉你 这一万块钱就算对我的分手补偿 要补偿 你有什么脸跟我说补偿 别忘了你现在工作谁帮你找的 不就是给我找了个工作吗 这班还不是我自敢上了 你以为有钱了不起啊 有几个钱就不把人放在眼里了吗 看看你什么样子 自以为是的福二代 这一年多来 你对我忽来忽去的 你当我是男朋友 还是你的跟班啊 这次分的好 我不伺候了 小迪你个没良心的 你别忘了当初我爸是怎么对你的 要不是我 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混呢 你 你不就是有个有钱的老爸吗 当初是你在我屁股后面 每天巴拉巴拉的追着我 你现在混了头了是吧 你以为我想跟你谈朋友啊 我告诉你 你的那些个朋友 有几个是真心跟你交朋友 还不都是冲着你的钱来的 你这个臭脾气 有几个人受得了你啊 我告诉你 再跟你多待一分钟 我都觉得要窒息 小迪你个没良心的 干嘛 你忘了不议 你良心狗费 好 你卖钱还给我 你告诉你啊 要的钱没有 你卖钱给你啊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卖钱还给我 小迪你给我开门 开门 好 你不开是吧 我告诉你 你这个客人 你这个客人这么好看啊 你不要担心了 我上下已经没有人的 什么人 你用办法干什么 你 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我现在人生会被你毁透了 真没想到呀 这男的竟然是这种人 可不是嘛 起初期和平姐姐分手 还挺新鲜的 真没想到 是啊 看起来倒挺老实的 结果闹成这样子 聊什么呢 张姐啊 上次找你办分手仪式的 那对小青年啊 网上聊了可火了 那是 那结婚仪式大家挺多了 分手仪式有几个人见过呀 哎呀 不是不是这样的 他们两个现在撕破脸了 那男孩啊 偷了女孩一万块 现在网上都爆料了 呦 不是当初说好了 好聚好散吗 而且是拿一万块 这犯法了呀这个 可不是嘛 现在男孩啊 被警察抓走了 呦 这浪漫的代价可够高的 你说这孩子怎么 哎 你好 哎 你好 是这样子 我想预定下周日的婚礼 下周日 这也太仓促了吧 干嘛那么着急啊 呃 有喜了是吧 对啊 已经两个多月了 你怎么自己跑来了 那个小孩的爸爸呢 他 他呀 叫南明 我和他 是两年前在网上认识的 他虽然比我大十岁 但我们特别聊得来 什么话题都能说到一块去 简直有一种 他是世界上 另一个我的感觉 可惜 我们不在一个城市 幸好 别的也比较近 他每周 至少开车来见我一次 晚风下雨 从没间断过 有一回 我不舒服 他背着我去医院 正好被我妈撞进来了 我妈对她印象也挺好的 这样真挺好的 看来她是 诚心诚意的对你好 嗯 就是 你们这个筹备婚礼的时间 有点太短了 我觉得会 会很仓促 哎呀 这我也知道 但是我等到宝宝不行啊 不过这次 正好他要来见我 你看 我就约他在这儿见面 正好把红纱给先拍了 结果 咱们商量商量 十块 十块 总算来了 你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 嗯 这件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拍一套照片的呀 哎呦 拍照哪里不能拍 到婚纱摄影院来拍照 正好 走走走 哎 干嘛呀 我照照拍婚纱照 要乱等 就不怕了 对啊 这件不好看的呀 不是 你怎么拍都好看的啊 来 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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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别别别 停 我不要 我这次一定要拍 我就要拍婚纱 我下周日的酒席都订好了 不许再拖了 哎呦 怎么又结婚 干嘛呢你呀 说过呀 你还要做酒席啊 我告诉你 这次不管怎么样 什么名字 你都必须忍住我 每次不依你了 宝贝 但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不是说结就结的呀 否则像你这么漂亮的一个人 这样结婚呢 那不是太潦草吗 潦草 谁让我这不潦草 我早半年就跟你说过这个事情呢 你不去准备 你一直说开会 一直说出差 横手你都没有时间 我也不定下来 等到我头发摆了 你都不会跟我结婚 不是不是 宝贝 这我们多准备准备 对吧 准备好了 也是对你好呀 我不管 我就一定要解 要不然等到宝宝三个月 都做大了 那就不好看了 到时候 班头出来 你就忍心这么难看的样子 放照片里吗 不是不是 这个宝宝的事情 上次就跟你说过了 能不要就不要嘛 我们又没住在一起 怎么照顾呢 我们以后两个人住在一起了 再要宝宝也不值嘛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就是不想要宝宝了 是不是呀 你找一个女人流产 有多危险吗 万一我这么永远躺在手术台上 看你有多后果 哎 你这听传道说那么吓人的话 婚是一定要结的 但我们要好好的筹备 是吧 最起码我们要到香港 去订一套婚纱嘛 你早就这么说了 去香港电话上 那要一年的时间 我不管嘛 哎呦 你就不要担心了 拍嘛好吗 哎呦 都来了嘛 你看这婚纱那么好看 哎呦 你就不要担心了 我身上一定美美的 哎呦 拍嘛 拍嘛好 哭好 哎呦 很快的 好好好 快照快照 亲爱的 好了好了 谢谢亲爱的 哎 你好 你好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拍了 就像刚才订的那一套好吗 好的 我们马上安排 不过我建议你啊 怀孕前三个月 别太多走动 回头照片弄好之后呢 我们派人另送过去好吗 好的 谢谢 来 好 陈小姐 你看看这个洗糖 你原选哪一档 因为我们这有很多 种博产的进口的都有 陈小姐 哦 不好意思 刚才说到哪里了 洗糖 哦 洗糖是吧 不是 我觉得你有点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 安排什么地方不太合适 你可以直接说 其实不是 是我魏丰夫的事情 这两天联系她 她一直不接电话 自从上次拍照之后 她又说了一句 她最近很忙 就直接走了 那可能真的就是特别忙呗 不对 真的很不正常 她以前天天跟我打电话的 这两天和她说不上话 心里特别慌 就很担心 她开车不安全 这个你多想了 我觉得不至于出那种事 可能就是忙得过不上 哎 你们俩不是在网上认识的吗 你有没有事 在网上联系她 哎 对哦 那么今天就先听到这些吧 剩下的我回头找到她 一起商量一下 你好 您好 您所接纳的号码是空航 您所接纳的号码是空航 还是不注意点 感谢 我们的号码是空航 转的号码是两致的 gi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想过要逃啊 电话都空号了 你还狡辩 要不是我有办法 你就彻底失踪了 对吧 不是 你把我的照片和信息放到网上去 就有什么意思吗 小白 我们有事吗 自己好好商量不行吗 你觉得能解决吗 要不是有人告诉我 我压根就不像你还有老婆孩子 你说怎么解决 小白 我知道是我 不对 但是 请问你放过我 好不好 放过你 那谁放过我 我这两人青春和时间就能把他浪费掉 可何况 我还还了你一个孩子 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你是我男朋友 还以为过几天之后还要结婚 我怎么想我跟你们交代 那你要我怎么办 你都把我的名字和信息放到网上去了 现在每天深更半夜都有人打电话来说 我是个负心汉 还有人上门要打我 公司都关门了 小白 小白 这个 我今天来找你呢 是来跟你跟你商量商量的 对不对 只要你肯放过我 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满足你 我要怎样 你能不知道吗 你先一马去离婚 跟我结婚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不是 你又不是不知道 结婚这个事情暂时还办不到吗 你想想 我孩子这么小 怎么能离婚吗 好 你不离婚事了 你们给我进来 哎 什么事 干什么 哎 哎 干什么你们 哎呀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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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妹子脸挺嫩啊 我可不想刮刮你的脸啊 哎 还那么没难 现在 还好我们还没结婚 你要非常分的分乐吧 要浪费两个不都分了吗 对 你给我吗 叔 你到底怎么不离婚 真的离不着这个婚啊 小白 师父小白 我那个公司是我 老丈人把我开了 那我怎么办 那我怎么办 我关还是你的孩子好吗 哎 这样小白 是 是我对不起你 我 我 我用你钱来 补偿你的精心 钱能弥补我的青春 我的感情吗 如果你真的跟我谈钱 那 你就以自信 有个两百万 不要管我 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啊 难民 我要认真没有 要认真钱也没有 你到底能给我什么 我这人生根本就回头了 什么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现在也受到惩罚了 你把我的信息放到网上 我都一天睡觉都没睡过 前两天我老婆孩子的照片 也在网上 是我对不起你 可他们是无辜的呀 小白 你要这样行不行 你 你今天还是帮我放了吧 啊 我明天开始就开始筹钱 我一定把钱给你 好不好 放你 放了你就一直躲着我 你当我傻吗 还会相信你吗 你一直在欺骗我 你现在只有两种决定 要么 你用两百万 要么 现在就跟我结婚 你自己决定 行吗 你不要逼我 这事办不成吗 你不可以选择是吗 那我帮你选择 你 快 快 快 这个亲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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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是陈小曼家吧 您是他妈妈吗 我是婚庆公司的 他在我们那拍了婚纱照 我来给他送照片的 我不需要了 你回去吧 您等一下 他过几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那婚纱照怎么能不需要了 什么婚礼啊 取消了取消了 那个男人啊 早就结冒婚 还有孩子呢 他就是骗我女儿玩玩 我女儿这个傻丫头啊 气不过就把他关起来 问他要钱 这不涉嫌非法拘禁 被警察给带走了 真烦透了 张姐 张姐 快点 跟你说个事 怎么了 张姐 你看你新闻了没 上次父子成婚的女孩 被警察抓了 哎呦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刚从他们家出来 你说这男的多无聊啊 家里有老妇 有孩子 不好好过日子 出来瞎作 人就是这样 你想骗着这头 蒙着那头 每天靠说瞎话过日子 到头来肯定是鸡飞蛋打 两头都落不上 对吧 对 张姐 哎 你现在空吗 哎你好 哎 空空空 来来来坐 张姐 帮我把婚礼取消了吧 这不我不解了 为什么 哎呀 就麻烦你帮我取消了吧 可是你们这也太快了 这闪婚闪离这年头 咱都听说过 可是你这还不到24小时呢 我跟你说 结婚还是不结婚 是一个很大的事 这个不能冲动绝地啊 你你还是自己 想想想想再说好吗 大姐 你就别劝我了 哎呦 我现在算看穿了 这种没担当的男人 我不能要 那可是 可是当刚你亲口跟我说 你们俩这么多年 都在一起打工 他一直对你特好 一直特照顾你 我听着还挺感动的 你这人眼又变成这样了 你不知道 我爸妈总说 患难见真情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他们说的可真有道理 我跟他打工都三年多了 对他的认识 还不如刚发生的事来得更 哎呀 你非让我看什么婚礼策划 多费钱啊 妹妹 钱我有 你就别管了 我现在打两份工 为了什么 还不都是为了你 你们就请亲戚朋友 吃个饭就好了 你啊 这是成大方 我不是成大方 妹妹 我没什么好的能给你 但结婚一辈子就只能结这一次了 所以我得让你风风光光的 我们走吧 走 站住 哥们最近手头顶 借点钱来花花 我们刚才都花了 没钱了 这让我拿出来 我拿了 我找 哥们 没钱了 就这些 就这些啊 一张毛爷爷都没有 你当我是叫花子啊 这没有 别动 没什么东西 破手机 别动 过来 妹子脸挺嫩啊 别动 我可不想刮花你的脸啊 上家 上家 别动 老实点 上家 什么 上家 张凯 我去追啊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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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伙跑太快了 你别追上 没什么没啊 我跟你算是倒霉了 想看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我 从现在起 咱俩算是白白了 别别别 手机没了 我再给你买一个好不好 买个够好的好不好 你真的以为我为了个手机啊 你刚像个木头一样出在那里 你当我是什么啊 妹妹 还有没项链啊 我等咱俩结婚的时候 我给你买个又不项链又粗的好不好 你以为我为了项链啊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什么叫霍道林投个子飞 不是妹妹 你根本就不会管我 人家投死我了 怎么办啊 不是妹妹 我要是嫁给你 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妹妹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看出来 你就不像个男人 我 这么没责任没担当 不是 还给你什么酒结什么婚啊 我现在就不去想 妹妹 妹妹 你别走啊 别拉着我 刚从这战 都被那个流氓放过了 不是 现在就恶心 你离我远一点 妹妹 妹妹 你给我滚了 妹妹 你别走 你是要别走吗 妹妹 因为你这男朋友 也真够不争气 你要非常分就分了吧 也算正常的心情代谢 那王妃两个 不都分了吗 现在又都有新喜讯了 所以你啊 就准备好 重新开始吧 就是 他那么没男子气感 还好我们还没结婚 我得给他把电话 别给他打了 我不想看到他 我得骂骂他 不是 关键啊 这预约是你们两个人 勿扶的预约 所以要取消 你们俩得都在场 而且你们那天 签的单子呢 单子 单子还在他那呢 你看 这可麻烦了 那还是你打吧 我不想跟他讲话 一直没人接 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吧 那我给他打 他挂我电话 我估计他怕 我取消婚礼 你好 好嘞 您稍等啊 当姐 你们就要骂 他是说打来的 还不喜欢 对的 喂 是我 对对对 有 他在我们这 预约要办婚礼 我这正找他呢 啊 去你那几手 他犯什么事了 点灵要见我 好好好 我马上来 张姐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刚从派出所回来 小江自己跑到那去自首 他说 这是个抢劫犯 抢劫犯 他怎么可能是抢劫犯呢 他说的颠三倒四的 把人警察也给说糊涂了 一开始啊 人家也以为 他是跟女朋友分手 受刺激了 后来发现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三句两句话我也说不清楚 他就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就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 然后呢 先买了一手机 说我还给你 另外呢 写了一封信 你自己看看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妹妹 对不起 那天我真的不是没胆量来保护你 只是那个混混一吼 我就想到了五年前的自己 五年前 我刚出来打工 钱用完了工作也没着落 一分魂 就去抢了别人的手机 但我只干了这一回坏事 可从此一直却背着心里包袱 直到后来打工认识了你 你爱读书 又求上进 我跟着你看数学习 才觉得人生像回到了正轨 直到那一天 在公园里遇到那个小欢呼 我很想冲上去 可心里却有个声音在对我冷笑 看 那就是过去的你 以前犯的罪 现在该偿还了 那时候我感觉一切都像是暴力 我整个人像被冻住了一样 你俩坐 你做那事的时候不到十八岁 情节不重 然后又是自首 我觉得人因为这个太紧心叛 你就坏心不够不坏心 而且我觉得也不算坏事 就是自己像他这样子 也很深了 对吧 有心里就踏实了 咱从头再开始 对 而且说实在的 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他能为自己做错的事 主动付出代价 这就算有担当 对吧 张姐啊 谢谢您这么说 妹妹 其实你知道吗 当你那天跟我说分手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过 但我也有那么一点开心 我没钱 不是什么高富帅 你跟着我 委屈你了 你长得这么漂亮 肯定能找个比我更好的 我就是怀念 怀念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那道开心的日子 现在这件事情 我也想通过 我觉得这是因果报应 也是我应受的惩罚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分手以后 还能和你做朋友 这样 我还真能没什么牵挂的 走了 费得分啊 你没预约单吗 哎呀 想拍点吧 我跟你说 人这一辈子长日 就什么聚散流合的事 都可能碰到 这都算正好 我真的就见面咱俩 说实在 其实没了谁 地球也都转 是张姐 没了谁 地球倒是转的 可我这世界转不起来了 究竟 有知彼 有白 哎 这就分就分 不分手 可以 一 一 甲方江坎勋好好改过 日后辛勤工作 孝顺父母 二 在乙方苏梅遇到危险 需要挺身而出 绝不退缩 三 满观察西半年后 乙方 同意恢复情侣关系 妹妹 这是真的吗 张姐 我没 我没看错吧 你签字呢 不能算 请 姐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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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事好了 其实俩人过日子 一辈子的 互相分担 好多特别 那么多事 是特别吃 所以咱 婚礼上 才需要说 无论 顺境 逆境 疾病 健康 贫穷 富贵 我们都将 携手 共度 阿姐 您真不懂 我这是对爱情献身 命中的朱丽 娟娟 你快点出来吧 我女儿 被绑架 她说要四票 绝世希望抱我们四票 她再去给你找一听吗 她真的已经从来都是我用手洗 放在太阳底下晒 我俩需要磨合 你们俩磨合了还不够啊 整天三更白夜 心里缩缩了 我已经家里知好了